最近天氣這麼好 讓記者帶你去家律 出發 這次推介的cafe 除了是戶外活動的補給點 還來拍照、打卡和慢活的好地方 小店隱藏在圓林之中 走到進去已經看到一大片池塘 加上隔壁種棕櫚樹 和店主悉心栽種的植物 營造濃厚的度假感 這個遷就還是人氣打卡位 如果怕小怕熱的朋友 可以坐在木屋裡 享受冷氣望湖景 戶外都有遮音散 加上坐落在池塘邊 都有少少涼風 cafe提供三文治、粉麵、多士等等為主 來應付踩單車朋友的補給需要 食物味道就不算太突出了 不過老闆說近日多了朋友 專程來這裡 未來會嘗試推出 all day breakfast 和意粉 讓大家可以享受美景之餘 吃到好食物 喜歡大自然的你可以去附近的 朗原濕地 這裡是生態價值極高的淡水濕地 吸引超過210種厚尿道房 不過政府現在發展朗原濕地生態公園 四周圍都進行工程 只能夠在比較外圍的地方 欣賞這片大自然的風景 記者提提大家最近天氣又激又熱 去郊遊的時候 記得做好消暑準備 還有記得要愛護環境 和意粉餅